这星期就是一年一度的中秋节 共疗区公所每年都会举办中秋联邦晚会 但是今年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 所以区公所就转型推出 中秋宅在家吃美食抽大奖的活动 要让区内民众中秋节时在家聚餐团圆 减少外出群聚的风险 并相挺区内的餐厅业者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往年的一些相关的活动 没办法办理 所以今天我们也针对疫情的部分 我们结合在地的一些餐厅业者 也给餐厅业者鼓励的一个部分 我们办理一个中秋宅在家 吃美食抽大奖的一个活动 我们今天开始我们一个抽奖活动 我们刚才抽奖相当的 看到我们里面的我们的区民 都非常的踊跃参加这个活动 那我们也特别感谢 共疗区公所的用心 这一次整个全程采线上直播 那也总共有提供了我们酒家的餐厅 里面包括了三产海产 每一家提供了20名 总共我们有180名的家庭 我们可以在中秋节的时候 一起来共同享用 公所此次美和区内知名餐厅 共同推出近200份 每份价值2000元的平安外带餐 和六台平板电脑 今天也在公所进行直播抽奖活动 邀请来市议员林毅奇 和里长等多人进行抽奖 要让中奖者于中秋佳节期间 可以宅在家与家人团聚并享用共聊的在地美食 那这边我也特别呼吁的部分 有得奖的民众的话 我们公所都会联系您到我们指定的一个时间地点 然后到店来做一个取餐的一个动作 那这边我也呼吁 因为今年因为Delta一个疫情的一个肆虐的一个部分 所以今年我们户外的活动 我们都没有派出举行 那我们也鼓励大家都一样在家里 好好的做相关的一个防疫的工作 那这边我也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 那其实最重要的是因为在疫情期间 那有一些餐饮业者都休业了 然后也因应了这一次的中秋佳节的一个活动 那工聊区公所特别配合了跟这一些餐厅 大家一起也能够来促进我们餐饮业的消费 那一起在这边呼吁各位好朋友 我们在中秋佳节的时候 我们尽量避免外出 也能够借由这样子的一个美食佳肴 我们大家在家里共聚一趟 除了平安外带餐 工聊区公所更加码抽好礼 除了在直播现场抽出六台平板 从现在开始到9月20号之前 也推出脸书抽平板的活动 不限户籍 只要到工聊区公所脸书完成按赞 分享留言三个步骤 还有机会再得到知名平板 总共有六台 想要的民众手脚可要快 记者李嘉文 工聊 采访报导